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近年来加大了向海外转移先进工艺的力度 在美国的投资高达1650亿美元 未来2奈米以及1.4奈米工艺都会在美国生产 第二个重点投资的地区就是日本 前几年在日本雄本县建设了第一座静原厂 主要生产28奈米至12奈米工艺的晶片 日前台积电又确认第二座静原厂已经达成协议 预计2027年开始营运 工厂将位于雄本驿厂的东侧 建筑面积高达6.9万平方英尺 预计将贡献1700多个工作岗位 两个工厂合计雇佣大约3400员工 这次的静原厂所生产的晶片工艺也大幅升级 直接来到了6奈米节点 主要用于自动驾驶 人工智慧AI等产业 放在全球来看也是相当先进的工艺 此前日本本土能生产的先进工艺 也就是在28奈米节点 台积电此举将日本本土的晶片工艺 提升了两三代水平 由于工艺大幅提升 所需的投资也来到了139亿美元 两个工厂总计投资将达到225亿美元 给日本贡献3.4兆日元的投资额 所以日本官方也给予巨额补贴 经产省出资1.2兆日元补助工厂 在全球高额投资的背景之下 近日这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制造企业 台积电传出涨价消息 消息称台积电已从9月起陆续通知客户 自2026年1月开始 将对5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 实施连续4年的涨价计划 平均报价涨幅约3%至5% 这一罕见的长期调价策略 反映出当前AI与高效能运算HPC市场的强劲需求 同时也凸显出台积电 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溢价力 和技术领先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据台湾媒体报道 明年起5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代工报价 最高可涨10% 此次涨价主要涉及2奈米 3奈米 4奈米 与5奈米 四大先进技术节点 将从2026年起逐年调升 台积电将公平对待每位客户 并全面反映生产成本上升 与资本支出增加 据估计 300米制程报价 有望上涨各位数百分比 长期总涨幅可能达到两位数 11月初 台积电在接受业界媒体询问时回应称 公司不评论市场传闻和价格问题 不过 台积电也再次重申 公司的定价策略始终以策略导向 而非以机会导向 公司会持续与客户紧密合作 以提供价值 业界分析认为 台积电此次提前启动溢价 主要是由于AI晶片与算力晶片持续供不应求 包括灰达 AMD 高通 联发科 苹果等主要客户 均需依赖台积电的最尖端制程技术 随着HIPC 自动驾驶与工业机器人等应用的加速普及 对5奈米以下晶片的需求也在爆发式增长 台积电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先进制程营收比重已达74% 其中5奈米占37% 3奈米占23% 机构预计 随着2奈米制程在明年实现量产 先进制程营收占比将进一步突破75% 在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上 台积电方面表示 公司仍认为人工智慧需求保持强劲 台积电预计 第四季度销售额将达到322亿美元至334亿美元之间 毛利率将达到59%至61%之间 业内人士指出 为满足AI晶片的庞大需求 台积电正在将人力与设备资源 从6奈米、7奈米等成熟制程 转移至5奈米以下的先进技术 这一举措固然有助于巩固其技术与市场份额优势 但可能导致部分成熟制程客户面临供应紧张的局面 与此同时 苹果计划在台积电初代2奈米工艺N2制程上 推出A20和A20Pro晶片 而高通骁龙8、Elite Gen6和联发科天机9600将抢先一步 直接跳跃至改进版的N2P节点 分析人士称 台积电2奈米制程将成为稀缺资源 月产能仅为15000片至20万片晶圆 苹果此前据报已预定超过一半的初期2奈米产能 这可能促使竞争对手转向N2P制程 以获得充足工艺 高通和联发科正准备在下一代晶片设计中 采用台积电更先进的2奈米N2P制程节点 也意味着安卓阵营正在试图在制程工艺上 率先超越苹果 高通此前已两次传出将在骁龙8、Elite Gen6中 采用2奈米N2P制程的消息 最新报道显示 该晶片将支援LPDDR6记忆体和UFS5.0存储标准 联发科的加入使得这一制程节点的竞争更加激烈 报道称联发科将在N2P节点上发布天机9600晶片 此前该公司宣布已成功完成首款2奈米晶片的流片工作 计划于2026年底推出 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分为N2和N2P两个版本 N2P作为改进版本 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进入量产 虽然有消息人士此前否认相关传言 称苹果、高通和联发科都将采用N2节点 但多项报道显示 安卓晶片制造商选择N2P版本 苹果在自研 CPU和GPU核心开发方面的经验 为其带来显著优势 A19Pro的效率核心 今年在功耗不增加的情况下 实现了高达29%的效能提升 相比之下 高通通过收购Nuvia才进入自研核心领域 骁龙8 Elite Gen5 即是其第二款采用完全自研核心的智慧型手机晶片 联发科的天机Dimensity 9500 则依赖ARM的CPU和GPU设计 虽然有助于降低成本 但在效能和效率方面存在劣势 总体来看 苹果据报已锁定超过一半的初期2nm产能供应 这一策略旨在维持其在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面对产能限制 高通和联发科转向N2P制程 可能是获得充足晶圆供应的可行选择 分析师预计台积电的2nm制程 明年将成为稀缺资源 制造商预计到2025年底 每月可量产15000至20000片晶圆 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环境下 选择N2P制程 可能为安卓晶片制造商提供更稳定的产能保障之外 还可以带来工艺提升带来的巨大好处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我是市里面的感觉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